海賊開箱 嗨 大家好 我是燕 又來到了海賊開箱的時間了 然後我們今天是過完年的第一個開箱 是2021年第一開 是年後第一開 然後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一個非常冷門的反派角色 雖然他在海賊王裡面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他們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但是 實際上可能連大家連他們名字都不知道 因為連官方都沒有透露出他們的名字 那他們究竟是誰呢 他們就是世界政府最高 有最高權力的五老星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來看吧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 OT工作室的五老星 這是前兩隻而已 他只有來兩隻 那他是分批預購的 然後從運輸箱可以看到 四周都有保護 然後這邊有工作室的logo 我個人是蠻喜歡他們工作室的圖案 就是蠻有設計的感覺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彩盒 彩盒的外包裝 白色的乾淨俐落的 然後這個是世界政府的logo 非常乾淨俐落的一個彩盒 然後我們就打開來看吧 一樣我們可以看到他每個 分件都是用保日免包起來的 一打開就發現 他居然斷件了 就是 原本是靠著的地方 這是我第一次收到斷件 這是我第一次收到斷件 然後我們先來看這個是地台 還有編號跟 LOGO工作室的 斷掉的就是在這裡 居然斷掉了 這是我第一次開箱到斷掉的吧 這是我第一次開箱到斷掉的吧 這也是頻道第一次開箱到 有所謂斷件 但這個是小問題啦 就是 不是人物上的細節 我就還可以接受 這應該自己三秒交黏一黏就差不多了 就算斷件也不要影響我們開箱的心情 對 不要影響 雖然 我有點小難過 我會斷件呢 原著中 吳老星並未透露出姓名 官方也沒有公開過 吳老星的詳細資料 所以我們也無從得知 吳老星的諸多訊息 今天我們開箱的其中兩位 其實冤星都是有名的歷史人物 一位是印度聖雄甘地 另一位是前蘇聯政治家 哥巴契夫 如果有人好奇的話 上網查一下會發現 他們其實還蠻像的 作品本身雖然我的有受損 但問題不大 斷裂處吻合 簡單黏回去的話 基本上是看不出來的 那從面雕來說起 各個角度其實都沒有問題 臉可以說是完全沒崩 但眼鏡本身沒有做得很好 雖然有兩個可替換的眼鏡 但都不是這麼好看 這倒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工作室在細節方面都還不錯 手指、食指、緊扣的明顯 以及衣服的皺褶 加上那把類似於三代鬼側的刀上的木紋 也是相當精細 至於我不喜歡的地方 就是地台的部分 雖然是還原動畫中的地板 但是本身太厚 外加我個人覺得 如果到貨的話 一定會第一時間做開箱分享 好 我們今天的開箱都到這裡結束了 然後我自己的看法是 這個系列非常的不錯 五老星 因為畢竟也是冷門角色 就是你知道他是誰 但是叫不出他的名字 因為也沒有名字 然後實力也在台中 也是響叮噹的角色 然後我很期待他們五位 一起合體的場面 我五隻都有訂到 然後今天這一隻 唯一的小遺憾就是他有斷箭 但是不言中 黏一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還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跟追蹤我的IG 謝謝各位